舞台背后到底后台的情况是如何呢 让我们跟随陶主播的脚步 一块去探探究竟 我是陶主播 对 主播现在呢给你一个大独家 就是我们到这个广州 王妃唱游演唱会的后台呢 要看一看他到底在做什么 那当然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地毯跟沙发 嗯 好 那右手边呢 是一群人犯 看到没有 只要拍过来呢 他们一定会躲起来 而且这个人犯的后面有这个王妃今晚要登台的衣服 哦 这个是这个大秘密 大独家在这边哦 他会穿哪一套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嗯 我们看到这个高挑身材穿起来 你看都不用太高的高跟鞋 对不对 只要一点点高度的就可以了 好 好 另外呢 我们看这边呢 哦 这位 这是名作词嘉灵系 嗨 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哎 她非常有名的 旁边是她的经纪员 Kelly你好 好 还有这个Elaine是她的发型师啊 好 我们看到本尊了 王妃在这边 你好啊 嗨 好久不见哦 好久不见 我上次我想这样子去你的生日party啦 然后一直很不好意思 上次没有去 对啊 你到后来你也没来 对不起对不起 欠一万块啊 但是这次专程赶来看你 刚刚我们看到你彩排哦 真的是不错 但是你说你自己嗓子有点哑 对 嗯 因为前前几天有感冒 嗯 然后一直没完全好 但是去前两天排练 我都很担心 因为嗓子很哑很哑 耳高音都上不去 但今天好像稍微好了一点 希望晚上能够发挥正常 好 现在呢 这个我们不打扰你的工作 因为待会马上要进行演唱会 这个是出过书的最有名的这个 全港最有名的造型师 阿兴 机车 我们有这样讲 机车 对 又机车又贵的一个化妆师 阿兴 什么啦 没有没有 你问你一起好了 你今天晚上呢 我们看 我们先过来看她的化妆箱 很恐怖哦 来 这个八卦爆炸的陶主播带你看 王妃的脸呢 为什么皮肤这么好 你要知道 为什么皮肤这么好 眼睛这么大 眉毛这么浓 都是用广告颜料 在保养皮肤 荧光 荧光粉红啊 荧光色啦 荧光绿啦 这个很恐怖的 很多的色彩都往这个 王妃的脸上磨哦 今天晚上据说会有一个 很特别的眉毛 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 那阿兴刚刚有跟我们讲 其实王妃都不保养的哦 你问她好 她是不是很懒 蛮懒的吧 据说连你买保养品给她 她也不讲话哦 不是懒是栗子天生 天生栗子 其实你觉得她 我是懒啊 我是懒啊 有的时候就 我都是想不起来 做什么保养啊 平常就是 就是擦什么那个 擦东西就擦一擦就算了 也不是那种 要拍很久那种 可是为什么 就是像上次我们访问过王妃说 为什么产后可以恢复 这么窈窕的身材哦 像我们国内有些女歌手 就是每天要打自己身体 这样打两个小时哦 那你都不用 我还不想瘦得那么快呢 现在马上瘦来 现在几公斤 现在差不多五十一左右 几公分 一百七十二点五 一百七十二点五 五十一 我来吞麦克风自杀哈 跟人家真的差太多 今天晚上会有什么特别的妆呢 现在我们就看我们这个 全港最贵的这个 化妆师替王妃画出什么样的妆 害豆子哦 他说他不会说 你也不太会长豆子对不对 哦很小 也没什么黑眼圈 有黑眼圈是我的一大特点 对啊 那皮肤这么好 怎么都没有保养品 有没有多喝水啦 吃水果吃蔬菜 没有特别的去 就是 故意要多喝水什么的 但是 我想 这个皮肤好不好 我觉得 很大部分是遗传的 遗传 所以你后面 娱乐新闻 林文昌 王真妮 广州采访